第十一题如图呢 小课班上同学 公益成绩的折线图 根据图中的数据判断该班 平均公益成绩是多少 这个题目呢 请看一下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非常特别 它是一个对称的图形 它的对称的位置呢 差不多是在80跟85的中间这个位置 它会对称 它是一个对称的图形 那对称的图形呢 我们要算平均 那其实很容易 你可以直接去算 怎么算呢 这个70分的 我们不要一个一个假 我们用一些比较这个快的方法 70分的有六个人 这两 这六个人呢 这12个人的平均是 70加95 除以2 70加95除以2是多少呢 70加95 165除以2 82.5 这12个人平均 82.5分 我们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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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分的有12个人 90分的 有12个人 就把这24个人呢 把它平均 平均就是75 加90 除以2 好 平均也是 82.5分 最后 80分的有8个人 85分也有8个人 所以我们把这16个人呢 拿来平均 80加85 除以2 所以等于 82.5 我们把 分数呢 分成三群来平均 它的平均 通通都是82.5 所以也就知道 全班的平均 就是 82.5分 答案就选C 这个选项 事实上呢 如果你 当你遇到这个 次数分配表 它是一个对称的图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算得出来 其实黄色的这两组呢 它的平均是82.5 绿色这两组的平均 也是82.5 红色这两组平均 也是82.5 全班的平均 就在 对称轴的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 这个位置呢 就是 82.5分 平均 全班平均 82.5分